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上次我們在實況的時候有跟大家分享到 韓版的這個暗影神殿已經在最近做了改版 那這個改版其實它的影響基本上算是不大 但是對你常在這裡面掛的人來說呢 其實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那首先我們講一下它基本的設定 那原本的暗影神殿是不限時間可以進來 但是在改版之後它已經有限定了 它已經設定成每一天的凌晨的0.00分到早上的8點整 所以就是8個小時的時間是讓你 譬如說你可能在睡覺的這段時間是讓你進去掛機的 那以前在暗影神殿的設定是普通區域 所以調整之後它就會變成是安全的這個區域 所以你在裡面不會被玩家PVP 所以可以說是一個真的可以讓你掛機的地方 但是要注意的是它的這個強度 我們等一下再講 那暗影神殿呢 它以前是不能透過這個時間補充寶石來補充的 但是現在改版之後呢 你可以在製作系統裡面找到它的暗影神殿的時間補充寶石 那這邊的話是一次製作的話是2000個名譽幣 然後它有限定喔 它有限定每天只能製作7個 所以呢它就是設定是這樣子喔 你每天的0點到8點可以進來 那預設時間是原本只有1個小時 但是你可以透過這個時間補充寶石呢 最多最長補充到8個小時 所以的話剛才我們那邊看到的 這邊每天製作7顆 那再加1個小時其實就是剛好8個小時這樣子 那如果你要練的話呢 可以用這種方式去練 然後再來 這裡面的怪物啊 也已經經過調整了 它這個強度已經有做過調整喔 每一層樓123層樓的怪物都通通改強了 但是改強之外喔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 它這邊有寫得很清楚 它的怪物你死掉的時候 如果你被怪物殺死啊 它會隨機賦予這個死神 呃死亡的這個效果 就是有點類似你被這個歐西里斯的 裝備打到一樣喔 可能會多掉一些趴 或者是多噴一些裝備之類的 好那這個要特別注意 然後再來 我們來講這裡面的怪物喔 第一樓的怪物是最弱的 然後二三樓依序 呃往這個往上递增 好那每一層樓的怪物啊 他們都會釋放木乃伊的詛咒 好那這個木乃伊的詛咒 你沒有辦法透過 這個解毒藥水去解 你必須要買聖光卷去解 要不然的話 就是你要準備足夠的看魔裝 你要把你的看魔撐到一定的程度 才有辦法去 呃克制這個設定喔 那小編自己的經驗是 如果在一樓的話 其實大概模仿喔 大概一百左右就夠了 那如果到二樓呢 大概要一百二到一百三之間 那這個的話 大家到時候再自己去測試 那三樓的部分呢 這邊我們是 引用這個韓國玩家 跟我們一些 有玩韓服的台灣玩家 分享的這個經驗是 大概要一百七左右 三樓的話大概一百七的MR 才有辦法去完全克制這邊的這個怪物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些怪物的強度是怎麼樣 我們現在隨便來打一隻怪 好 大家待會 我們現在是金月狀態 你可以看一下 一樓的怪打死的時候 大概多少的經驗值 好 OK 十一萬 一隻怪物的經驗值大概是十一萬 那我們現在往這個高樓層的地方去走 我們看一下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二樓了 好 我們隨便打一隻怪 好 我們現在馬上就被中了這個木乃伊了 好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在這個木掉之前 趕快把它幹掉 好 OK 剛好 一隻怪的這個經驗值是十六萬 那他這個木乃伊要注意一下 他木乃伊一次中了之後 你會有十秒的時間 是在這邊定格的 十秒鐘 所以這個大家要特別去注意 如果你的這個血量壓得太低的話 很容易一被濕化 然後就死掉了 這個真的要特別去注意 那掛機的話呢 依照你自己的能力 可以上來打打看 能力強一點的 你往上一層 往高一層 往高樓層的地方去的話 掛機起來會更 算是更有效益啊 但是這邊的怪基本上 吊寶本身就很低 那現在吊寶一樣還是很低 所以這個是缺經驗的話 可以上來這邊拼拼看 來 我們看一下三樓的這個 這個經驗值是多少 一樣隨便打一隻怪物 好 我們馬上就被命中 這個木乃伊的祖宗 那他是倒數八秒 倒數八秒之後呢 來不來得及呢 哇糟糕來不及喔 像我現在來不及 血就被壓住了 這個怪物的攻擊的這個 算是非常的痛 好 來 三樓的話基本上 像我這樣就死掉了 但是很慶幸的 我沒有被 放到這個 死亡的這個效果 所以三樓的話 真的要很注意喔 我們剛才的血量 大概九百多上去喔 直接被被殺到底 所以非常的痛啊 所以這個在 到時候你們在玩的時候呢 也要特別注意 如果能力不夠的話 盡量就不要往三樓的方向去靠 因為真的是太痛了 大概到二樓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一般 如果你沒有很高階的這個 看魔裝的話呢 建議你就是 直接待在一樓就好 因為一隻怪的經驗值有十一萬 其實已經非常多了 而且 你殺怪的速度越快的話 相對的 練功的速度也很快 好 不見得要取最大的經驗值 好 那個是給高階玩家去的 好 那一般的玩家來說 在一樓吧 好 如果說你有MR有到120 130左右 甚至150左右的話 你就去二樓 那到170的話 你就去三樓 好 那以上呢就是 暗影神殿這個 新的介紹 小編自己就 先聲四足 掛在那個 暗影神殿上面 順便也跟大家做一個示範 好 那如果喜歡小編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小編按讚 跟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